3,2,1 它已经成为一个慰藉之人 有这么神秘吗 空气炮是二战时期 德国为了击退敌方飞机而制作的大型对空武器 当然现在它已经沦落成了大型儿童玩具 绝对不是因为它的杀伤力不够 具体的原因你们可以先猜一下 我在结尾的时候再介绍 这空气炮的制作方法可是相当的复杂 我现在要开始制作廊 千万不要眨眼 因为一不小心就做完了 先准备做点盒 然后一个胶带 一个气球 先把纸杯剪开 底部掏一个洞 然后我要把气球剪开 哎呦我靠 这绿帽子一个人还戴不上来 好 这把还行了 然后我们再拿一个胶带把它密封起来 好 一个空气炮就做好了 哎呦 它挺有劲的 打个头发给你们看一下 看见了吗 绝对很厉害 好了 不到了 我正经给你们展示一下 这个空气炮的威力 啊 不好了 敌人发起第二波进攻了 西边已经被突破了 嗨 东连也已经被包围了 嗨 目测也有几千人啊 我们现在可谓是四面受敌啊 二营长 你他娘的意大利炮呢 快给我拉来 好 开炮 哦 厉害 哦 胜利了 作为一个不懂就百度的求知博主 我今天也不搬门弄斧了 原理就交给Siri来解释 当空气炮发射时 发射孔的空气 比孔边缘的空气流速更快 外雷向内的压力较大 空气就会被聚拢 从而喷射出一个力量巨大的窝环 我要做一件大事情 做一个大炮 要喝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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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那我现在第一步就是要把这个底锯了 放到你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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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劈头散发 哎呦 哎呦 哦 哦 呦 哎呦 哦 哦 哎呦 哎呦 好 我觉得这个活我也能干 比较不错 好了 给你们看看我的相机 学下的那么深 下的那么认真 我应该也戴个眼罩了 你戴个眼罩了 北极熊 我个天呐 劳动最光荣 孩子你是最棒的 谢谢 OK 我们现在这个碟已经空了 打孔做发射装置 碰碰碰 终于打透了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你怎么自己掉下来的 这就是我们平常健身 在家里用的那种弹力带 就这样 就它弹力特别大 可以在家里做深蹲 我的裸熊 看过裸熊的请考一 没看过裸熊的快去看吧 弹力绳就是我们的发射装置 这是什么意思 我这口磨的不是太干净了 把它给磨断了 我再把它弄一下 好 这样的话 我们里面就已经有发射装置了 就是我们这两条绷带 因为我们今天准备的空气泡太大 套不了气球了 我们就只能套这种塑料袋 我们找根绳把它系一下 你帮我揪一下呗 就在中间这么聚拢 非常好 扯住 你扯没扯住这边都是松的 使劲扯 使劲扯 你使最大劲 你抓着这个头 咬牙切齿 扒住 你都抢了双子 我觉得可以了 你在这给我摁一下 你怎么这么多需要帮忙呢 扒住 我现在把肠出来的这部分粘住 不然一会儿寄出来的时候会崩的 小牌有个酒餐了 小贤请王秘书喝酒 王秘书不会喝的 那么请问谁会喝酒 三连回归 OK 现在我们上面已经全都封完了 糖刀 换这面 为了不让空气进到这个袋子里 所以我们要把这里固定一圈 粘一圈双面胶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一个这么会干活的人 我自己也很惊讶 希望我未来老公看到之后能对我很满意 然后我们在这儿兜一下 我先进去 等一会儿 我是谁的礼物 你都推下吧 你一只手撑 一只手粘 OK 撑住 配合默契点 来咯 眼睛戳瞎了 你这个地方不能这么拿 好了 我出来了 空气泡 空气泡太累了 好了 OK 到现在为止 我的空气泡已经方方面面的弄好了 展示 人生中的第一次开泡 我坐下泡 比较力气大一些 对不起 紧张了 反了 我应该在这头 对 这样才对 我特意在这打了一个手结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打了一个手结 我装得可紧了 我要试低泡了 我要开泡了 声音这么大 你们听见了没有 对面这叶子动了没有 没动 一眼都没动吗 叶子都没动 一丝丝都没动 不应该啊 雷声感有点小吗 你过来打一下 我站在前面 感受一下我的泡 我就离两米的地方 两米的距离 我就在这 等一会儿 我证人会不会打我瘾 我闭着眼打 他应该不会打坏我 我就这样坐着 人生第一次挨泡 如果这一泡打得好 就留言区表扬一下 我的手工能力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准备手被自己滑倒了 瞄准了吗 使劲了吗 来吧 朝我开泡吧 我刚才是我梦梦 我的发际线 刚才那个泡 一打过来的时候 感觉好像对面有人 撑我挥了一掌 降龙十八掌 那个掌风 哗就过来了 然后感觉我头发 瞬间就飘起来了 就完全不疼 只能感觉到一阵凶猛的风 吹过了我的脸颊 但是它这种发射性 发散性那种 哼 然后我头发 哼哼 OK 那我们现在再来测试一下 这个巨大空气泡的V 看看能不能打倒一面 纸杯墙 好 墙已经垒好了 炮准备了 各单位准备开炮 我蹬着你拉着 我使劲着 你不准吗 我开炮了 我要开炮了 太厉害了吧 我的天哪 你有疑问性会 这叫什么拳雷达 太爽了 酷了 但是我想看一下 它这个空气的走位 要不然我们把里面 放一个烟饼 让你们看看它是长什么样的 OK 那现在灯光安排 3 2 1 再来 3 2 1 哇 好漂亮 好漂亮 一个好大的眼圈 还彩色的 朦胧 OK 到现在我们可以宣布 今天的巨大空气泡挑战 成功 威力无穷 看着一地的飞机残骸 那现在给你们揭秘 为什么开头我们说 空气泡轮为了儿童玩具 二战那个时候 空气泡虽然它威力无穷 但是因为它体积太大 20米的长度 等它瞄准飞机的时候 早已经被飞机瞄准了 所以竟没能在战争中 体现出来它应有的价值 OK 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挑战了 如果你们还想看我做什么 奇奇怪怪的道具 奇奇怪怪的挑战的话 就在下面留言给我吧 生命不息这道不止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感谢观看